哇 啊 好 我是来自贵州农村的一个场景里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是我最近看到了很多的评论 今天以这个视频来说一下我的心声 到现在我做自媒体也有一年的时间了 最开心的一件事 就是我认识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好心人 当然也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 我今年32岁的年龄 出生在贵州农村的一个残疾家庭 我的父亲和母亲双方都是残疾人 母亲今年59岁的年龄 大家在其他视频中也看到了 他辛勤的在地理劳动 他不善于言辞 在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就是勤劳朴实 我父亲呢现在已经不在人世 我和母亲我们双脚双手都是残疾的 属于二级残疾 我们在贵州呢 就是每个月的生活补助为五十元 在我们的人生中 我们所有的精力告诉我们 要努力要坚强 不管你处于什么样的条件 你自己不去努力 别人不会平白无故的来帮助你 生活都是要靠自己打拼的 不管是你们正常人还是残疾人 我们都在用力努力的去生活 我这个号呢是属于口播的 如果你们大家不喜欢的可以画过 如果喜欢我的粉丝 可以关注我的另外一个号 残疾妈妈要努力 在那个号上呢 我分享了我生活的微乐格 用微乐格的形式来记录下我的生活 其实这段时间看到就是有些网友的评论 我只能说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 不是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情 你们永远都无法用轻生 生灵其境的去体会 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网友 发的他不仅是在评论中啊 他还给我发了私信 看到之后我很生气 我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告诉自己 不去在意那些评论 但是这个视频呢 我要说一下 一我是残疾人 并不是就是靠你的那个 那一句可怜 就能当饭吃 就能过日子 我只是想说你们在努力 我也同样在努力 我很感恩自媒体 那么多的好心人 叔叔阿姨们的关心和支持 你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给予我视频中的赞赏 换一个角度 如果是你承受了这份命运 你未必由我坚强 由我努力 给予你 好